人兽不会你们爱吗 那种既温馨又逗逼且高速的你们爱吗 只因下班时捡了个受伤的男人回家 从此每天晚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看颜空呆萌兽衣对上色气纯情狼人 徐润是一家宠物医院的医生 每天都会接待很多的小动物 但他总是能看到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每周都会来几次 每次来都是一个人且从来不带宠物 真是一个怪人啊 直到一天下班 他在门口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 喂你没事吧 男人呼呼地喘着气 徐润停顿了片刻 便伸出手想摘掉男人的口罩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徐润表示摘掉口罩后呼吸会顺畅一点 口罩摘下的一瞬间 徐润愣住了 这人长得好帅啊 将人带回诊所 顺带包扎完后 徐润纠结了 自己对他一无所知 也不好放着病人不管直接走掉 不过他真的好帅 完全是自己的菜 还是先等他醒来吧 就这样徐润等着等着就睡去了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 他睁开了眼睛 一只全身通黑的狼站在了他的面前 徐润顿时吓到蒙底 那狼慢慢地走近了他 还凑近秀了秀 徐润一个机灵 脚下一动 揪起被子 就跑到了门外 啪的一声 好疼 看来不是做梦 他咕咚一下吞咽了下口水 颤抖地再次握住门把手 悄悄地探出了头 一不见了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等等那个人还在里面呢 他再次走了回来 咚的一声响 吓得他差点跳起来 原来是那男人出来了 将人扶回屋里后 徐润说到你这么强壮 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那人挠了挠头 我真的没事了 徐润再次被他的肌肉闪瞎了眼 两人开始聊天 原来这男人叫杜恩宇 也没有家 幸好院长收留 偶尔会在诊所过夜 徐润叹了口气 院长确实热心肠 自己的工作也是他给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住 那要去我家吗 你长得还挺讨我喜欢的 男人顿了顿 徐润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总比被追杀在受伤晕倒要好 说着还伸出了手 走吧 男人看向了面前的手 然后伸出了爪子 就这样我们的徐润小可爱 真的隐瞒入室了 这怕是只傻狼吧 被人带回家的第一天就被人吃了 上集说到徐润捡了个男人 然后将其带回了家 随后便开始脱衣服 男人脸红的移开了视线 徐润笑道给你件家居服 男人倒不用了 徐润顿时觉得好可惜 自己好想再看看他的身材 他接着道我给你铺床吧 你也睡会 两人就这样一个睡床一个睡地谱 徐润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只狼靠近了自己 甚至还嗅了嗅 就在黑狼张嘴时 徐润吓得猛地睁大了眼睛 入目的却是杜恩宇 那人似乎十分不舒服 全身是汗 喘着粗气 杜恩宇你没事吧 徐润伸手抚摸上了他的脸 那人蹭着他的手道对不起 入手的肌肤明显不正常 徐润将人扶到了床上 开始寻找退烧药 但是那人已经昏迷了 怎么吃药呢 徐润顿了顿握住水杯的手紧了紧 他咽了咽口水 自己这绝不是私心 绝不是救人最重要 说着便仰头喝了一大口水 将药塞入了那人嘴里 之后来了个深入的核酸检测 直到嘴唇离开 我们的小徐润心脏还在不停地扑通狂跳 之后徐润便开始给男人擦拭身体 擦着擦着 男人呐了一声 徐润视线意义 顿时蒙比了 哇塞 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有反应 他开始想如飞飞 这个应该待会就没事了吧 但是视线总是会不自主地看向那里 徐润咕咚一声 伸出了邪恶的爪子 只是还没碰到就被男人抓住了 男人说到不可以 过会就好了 徐润不自在地笑了笑 可是不去管他的话会很难受的 我帮你 于是乎我们的徐润就真的帮了起来 只是在看到的一瞬间 徐润顿时惊呆了 这个真的是人类的尺寸吗 之后你们懂的 因为实力不许 所以只能自行想象了 我们的呆狼就这样被吃了 第二日上班 徐润接到了院长的电话 大概意思就是让他这段时间照顾杜恩语 虽说奇怪 徐润也没说什么 诊所看病的宠物还是很多 一夫人问道 医生您怎么受伤了 说着还指了指自己的嘴 徐润顿时就羞红了脸 没事 这是我不小心弄的 内心想的却是那个时候自己就该停下的 自己真的是疯了 洗澡做羞羞的事被人发现 是种什么体验 我们的呆狼听力太好了 下午下班时 男人来接徐润下班 徐润内心吐槽不是让他乖乖在家里待着吗 哎算了 既然都来了 就给伤口消消毒吧 让人坐在了病床上 徐润擦拭着伤口 男人突然说道对不起 徐润愣了愣对不起什么 男人伸手摸上了他唇 轻扶着他嘴唇上的伤口 徐润顿时红透了脸 他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脸 偷描了一眼男人 男人的表情亏就极了 徐润笑了 他安慰男人道 别担心这都是自己自愿的 内心想的确实 自己其实想要更刺激的 徐润一边清理伤口 一边吞咽着口水 不行 专心点徐润 不能被美色所迷 好不容易清理完伤口 徐润呼了口气 还好自己忍住了 两人一起回家 徐润表示院长来电话说 只要你愿意可以一直在自己家住下去 男人看了看徐润 然后转过了头 我怕你会不自在 而且昨天还发生了那种事 徐润顿时红透了脸 这人真是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摇了摇头 男人嘛很正常我懂的 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也会这样 我只是出于医生职责 不能不管病人而已 内心却是狗屁啊 自己简直是丧心病狂 男人脸红扑扑地说道 谢谢你 我们的徐润又被击中了心脏 这人到底是真单纯还是装单纯啊 真是要疯了 回到家后 徐润就直接冲进了浴室 此时此刻还想着他的自己 才精神不正常了 徐润转头看了下门外 不能被他听到 然后就开始了某项运动 直到运动结束 徐润感觉自己快疯了 这样下去 自己肯定会先扑倒对方 他打开了门 走了出去 徐润一边擦头 一边问道 干嘛坐在那吗 男人不知所措地动了动 没什么 徐润顿了顿 歪了歪头 再看到那人红透的耳朵 是顿时反应了过来 这人肯定是听到了 他缓缓地走近男人 嘴张了张 吐出了几个字 你要不要和我 话说到一半又停住了 最后直接豁出去了 他抬起了头 直接道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睡 男人转头看向了他 呆狼的体力有多好 我们的徐润都差点挂了 上集说到呆狼的听力太好了 即使在浴室里 他也能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徐润正鼓起了勇气 你要和我一起睡吗 于是忽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徐润羞涩地说道可以贴贴吗 呆狼愣了愣 然后抿了一下嘴唇 主动地贴了上去 徐润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个家伙真是该死得太可爱 他盯着眼前人 那我就当你是默认了哈 后面的实在是过于刺激 还请自行脑补 我们的呆狼一句小润哥 更是让徐润一正 这么个大块头居然叫自己小润哥 简直就是心脏暴击啊 睡梦中徐润看到一个小孩 小孩哒哒地钻进了自己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自己一直叫哥哥 但是这个人到底谁呢 徐润真的想不起来 不过见小孩这么喜欢自己 他也搂紧了小孩 直到徐润睁开了眼睛 才知道原来是做的梦 自己昨天这是晕过去了 看着那熟睡中的容颜 徐润宠密地笑了 只是这全身都要散架了感觉 真是太痛苦了 徐润亮呛地来到了浴室 一边清理一边回想着昨晚的一切 哎哎 徐润你个疯子啊 就是个 如果没有昏厥过去 自己怕是真的要死翘翘了 这时呆狼醒了 他先是嗅了嗅 然后发现身边的人不见了 嗅的一下坐起了身 开始到处找人 直到在书房才看到了人 他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有点不自在地说道 徐润你这么早就醒了 徐润撑着脑袋 宠密地看着他 我又变回徐润了 呆狼猛了 完全没反应过来 徐润嘚瑟说道 叫我小润哥的时候多可爱啊 呆狼瞬间脸部充血 支支吾吾道 那个还是慢慢来吧 这日徐润下班 正开心地想着晚上吃点什么好 院长的短信来了 大概意思是找到帮忙的护工了 还是个大帅哥哦 徐润的心情顿时更好了 人生啊真是太美好了 而这是一通电话响了 徐润看着电话号码顿了顿 这人怎么还给自己打电话 他沉默了片刻 按下了挂断键 都说了以后别给自己打电话了 明知道不会接 呆狼的体力有多好 我们的徐润直接做晕了 自上次呆狼和徐润深入交流后 呆狼就变得特别的黏人 每天都会来接徐润下班 那帅气的模样 真的让徐润也会脸红 只见呆狼靠近徐润秀了秀 你又抽烟了呀 徐润闻了闻自己 味道很大吗 呆狼宠密地笑了 味道不大 徐润顿时被撩到 心脏爆炸 不是 他笑什么呀 自己很可笑吗 第二日诊所来的一个新的护工 年轻帅气有魅力 不过这人 貌似对徐润有过多的关注 比如看见徐润在和小孩聊天时 他会盯着他发呆 甚至故意套近乎 再看见徐润脖子上的红狠时 也会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在徐润说到他身上好温时 还会把自己自制的香水送给他 他也会不经意地问头 徐医生你这是被虫子咬的吗 徐润一愣 寒息再指了指脖子 徐润顿时一震 脑中就闪过了一些画面 全是呆狼那诱人的表情 徐润整个人都红透了 下班时呆狼依旧在等他 只不过旁边多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呆狼转过了头 你出来了 徐润歪了歪头 刚刚那个人是 不会是你的前任吧 呆狼一愣 非常认真的说道 我之前没跟别人交往过 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这句话 一直在徐润脑海里盘旋 为什么 他这么棒 居然才第一次和人交往 直到两人到家 徐润都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这时呆狼叫住了徐润 你有交往的人吗 徐润呼了一口气 现在没有 不过我都三十的人了 肯定不会单身至今 呆狼继续问道 那你有爱人吗 徐润愣住了 虽然自己看起来有点浪荡 但自己没有那么随便 如果有合适的 自己会考虑交往的 呆狼本想在说些什么 徐润已经伸出手 搂住了呆狼的脖子 既然对彼此都有好感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说着就贴上了呆狼的唇 幸好那个人不是你的爱人 如果是 我肯定会吃醋的 呆狼脸色一红 猛地压住徐润就是一顿狂恨 由于呆狼过于兴奋 直接把徐润做晕了 这可把呆狼吓坏了 他坐立不安地靠近徐润 在确认有气时 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是在看到徐润满身红狠时 又再次脸红了 徐润终于发现恩宇就是狼了 但他一点也不害怕 上级说到徐润晕了 我们的呆狼吓坏了 还以为徐润被自己做死了 在确定有气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第二日 徐润闻到了咖啡的香气 颤悠悠地坐起了身 呆狼转过头温柔说道 徐润早啊 徐润表示一大早就这样养眼 真是太幸福了 而且还有帅哥泡的咖啡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对了 自己记得昨天跟恩宇一起运动到很晚 后面到现在都还火辣辣的 好难受 自己昨天居然晕过去了 至今为止还没体验过那种感觉 他转头直直盯着恩宇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徐润之无地说道 那个昨天我中途晕倒了是吧 呆狼闻眼点了点头 徐润感觉自己都没法见人了 他整个人埋进了被子 呆狼表示 后面的事我都解决了 你不用担心 这下徐润更不好意思了 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 呆狼伸手扶上了徐润的头 你哪里不舒服吗 怎么脸又红又淌 徐润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停狂跳 是不是真的哪里有毛病 两人就这样甜蜜的过了几天 只是呆狼每晚都会出去 而且还多了手机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日徐润肚子饿了 准备去随便买点吃的 却在巷子里听到了院长的声音 他悄悄探出了头 发现几个人围着院长 总感觉气氛有点不妙啊 甚至连恩宇也在 眼看三人逼近院长 徐润不淡定了 再怎么说也不能以多气少吧 正带他冲进去时 整个人都愣住了 其中一人居然变成了狼 徐润猛了 什么鬼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总之还是先来一下吧 只是肚子咕噜噜的叫声太大 让众人都猛比了 直到灌了一瓶能量水后 还缓和了过来 他转身面对墙 正要仰头一碰时 院长赶紧拦住了他 别这个不是梦 徐润生气地转过头 那是什么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几个人都是狼人 可以在人和狼之间随意变换 而院长是半狼人 徐润看向了恩宇 当时还以为那是梦呢 原来那不是梦 他走向了恩宇 你隐瞒的就是这个吗 恩宇点了点头 我也是狼人 随后便闭上了眼睛 便回了狼行 徐润看着眼前这只狼 瞳孔的颜色跟恩宇一样的 虽然他很害怕 但还是伸出了手 摸了摸狼的头 带狼蹭了蹭徐润 徐润的心脏又开始扑通的狂跳 就算模样变了 但他知道 他还是度恩宇 这集有点小刺激 和狼一起运动是什么感受呢 我们都知道 自从许润认识恩宇后 许润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发现恩宇的真实身份后 许润居然觉得更刺激了 上集说到许润 终于发现了恩宇的真实身份 但是他并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度恩宇 两人回家后 恩宇不自在地看着许润 许润抓紧了床单 虽然知道他隐瞒自己不对 但这种事确实不能轻易说 他拍了拍床 过来坐 呆狼憨憨地坐了下来 他偷瞄了一眼许润 许润揉上了他的脸 那个你刚才变身的样子 我怎么也不理解 呆狼表示对不起 我没想骗你 许润叹了口气 不要说对不起 我知道你有不得不隐瞒的原因 他指了指自己的唇 你要是实在觉得对不起 就贴贴这里吧 呆狼顿时呆滞了 许润也脸红了 他尴尬道 我开玩笑的 两人躺到了床上 开心地聊着 自己好像从来没觉得 恩宇你是什么危险的人物 虽然对你一无所知 但有种莫名的感觉 自己也想不通 为什么会对你如此着迷 以前自己也享受过很多帅哥 但每次都不会持续很久 可是这次却希望 你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两人就这样对视着 自然而然又贴在了一起 看着许润的表情 呆狼自然越来越不淡定 开始对许润上下其手 许润也感觉 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受控制 他转开了头 脸红道别看我 呆狼的视线往下移 原来我们的许润这么快就 许润委屈极了 自己这是怎么了 得先离开 而我们的呆狼抱住了许润 将头深深地埋在了许润的背后 许润感受到了呆狼狂跳的心脏 他的心脏不会爆炸吧 正想转头问他怎么回事 就被呆狼按在了身下 此时的呆狼满脸通红 喘着粗气 正直直地盯着他 许润感觉自己仿佛就快要被他吃掉了似的 但是这却让他更兴奋了 他伸手抚摸了下呆狼以前受伤的胸口 又摸上了呆狼的脸 最后摸上了呆狼不能说的地方 呆狼一个颤抖 抓住许润的手 将其按在了床上 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了起来 之后你们懂的 不是我们能看的 反正我们体力这么牛的呆狼 被许润吃得渣都不胜了 在朋友家做运动你见过吗 那种感觉真的是既害怕又兴奋了 圣诞节那天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开心地吃饭聊天 许润站在门外想着事情 呆狼出来给他披上了外套 许润表示有人担心的感觉真好 好久没被人照顾了 呆狼呼了口气 许润你不是一个人 如果你想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许润愣住了 自己这是怎么了 明明对他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可听到说要陪在自己身边 居然会这么有安全感 难道自己是被他驯服了吗 他伸出了手 再要碰到呆狼时 电话突然来了 再看到电话号码瞬间 许润的心情顿时低落了 他转头对恩宇道 对不起你先进去吧 我一回就来 许润呼了一口气 魏学长我也有话跟你说 我们见一面吧 打完电话后 许润回到了屋里 正在翻找烟石 恩宇进来了 你没事吧 眼色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 而且心跳也不规律 许润拍开了呆狼的手 没什么了 这时呆狼抱紧了许润 他轻拍着许润的背部 都会没事的 听着传来的心跳声 许润感觉自己的心情 不知道为何变好 心里都是软绵绵的 他使劲地蹭着呆狼 手更是狂抓着呆狼的小屁屁 眼神更是兴奋地看着呆狼 我们的呆狼都不淡定了 许润视线往下一移 直接就给呆狼来了个核酸检测 我们的呆狼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几分钟后 许润从包里拿出了婴儿隔屁带 他靠近呆狼道 从现在起要安静才行 只是那个大小直接让我们的呆狼好疼 最后我们的许润只能甩掉婴儿隔屁带 直接转过了身 表示直接来吧 我们的恩宇顿时不淡定 他咽了咽口水 蹲了下来 这次换我们的许润炸毛了 你在干嘛呀 谁教你的 反正后面你们懂的 许润最后连站都站不稳了 他是想帅气一点的 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最后只能有我们的呆狼背着回去 许润更是丢脸装睡中 一到家呆狼就将许润放到了床上 你没事吧 许润呼了一口气 我真的没事 你看没问题吧 我意外地结实呢 虽然跟不上你的体力 呆狼傻傻地点了点头 许润感觉呆狼太可爱了 正想再次撩拨呆狼时 我们的呆狼非常迅速地推倒了许润 然后刷地将被子给他盖好 这下许润不高兴了 呆狼扑地笑了 两手指了指许润的脸 我会待到你睡着为止 晚安许润 许润蒙比了 这个人真是的 现在是想抓着自己的心猛慌吗 这是什么修罗厂 前男友和现在每天叉叉的朋友 这日是许润的生日 他却约了学长见面 准备做个了结 在许润刚实习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学长 他们一起工作 一起恋爱 甚至每天做运动 却因为医院里有人开始讨论许润试得该 和他交往的人就是我们医院的 因此有人在问学长 是否认识许医生交往的人时 许润清楚地记得学长当时的回答 许医生比我年龄小 我照顾他是应该的 就算我们走得比较近 也没好到要分享这种事 何况我必要连同事的恋爱 也要知道的一清二楚吧 下班后 他更是拦住了许润 东得跪了下来 说了一句 许润我们分手吧 这次见面学长也是想给他说句抱歉 他表示自己刚开始是费尽心思的想要忘记他 甚至因为恨他故意不联系他 但是后来一想 这样是不是说明自己对你还没完全死心 许润打断了他的话 学长我现在完全已经放下了 所以你也不要再自责了 快到许润家时 许润转过了头 学长就送到这里吧 希望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过多关系 学长握紧了手 说了个好字 就这样许润转身离开了 对许润来说 瞬间有种释然的感觉 以后再也不用在意这件事了 这边呆狼羞的一下出现 直接把许润吓了一跳 许润笑了笑 对呆狼招了招手 哎呦真乖呀 这是在家里乖乖等我回来吗 呆狼抬起了头笑了 我在家里乖乖等你呢 许润感觉自己的心又被刺中了 你老实说这不是你的第一次恋爱吧 你这人简直就是情场高手啊 这边学长突然出现 许润愣了下 呆狼的眼神一愣 学长一个机灵 这个人是谁 许润顿时汗颜了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他转头看向学长 有什么事吗 学长表示自己准备了生日礼物 忘记给你了 许润表示不用这么破费 而我们的呆狼却直直盯着学长 学长也不甘示弱 许润都能看出两人之间的电闪雷鸣了 三人进屋后 学长放下了茶杯 你们在交往吗 还是只是互相满足对方需求的关系 许润那个清金啊 学长我们早就分手了 我跟谁交往跟谁睡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长垂下了头 对不起 今天本来打算跟你好好道歉 笑着送你离开 可突然看到你跟别人在一起 自己就有点昏头了 许润叹了口气 别抱着亏欠的心里对我有任何迷恋 希望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学长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知道了 我听你的 将人送走后 许润抱住了呆狼 本来不想给你添麻烦的 要是我早早跟他见面说清楚 你就不用经历这种事了 呆狼转头贴了一下许润 我不希望你觉得那是给我添麻烦 你也不用跟我道歉 还有我不想你在自己生日这天太难过 这是我见过最主动的右手 不仅每天都要做运动 即便差点运动被咬死 也觉得好舒服 上集说到许润和呆狼做运动 呆狼一个激动 差点把许润给咬死 第二日上班 许润请求院长帮自己上个药 他表示也不是什么大伤 就是轻轻被咬了一口 应该是太兴奋了 然而院长在看到那个伤口时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于是乎就出现了下面一幕 我们的呆狼被院长给狠狠都揍了一顿 杜恩宇你到底干了什么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好好保护他的 现在许润跟你在一起确实很开心 但是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 他完全不记得你和你的家人对他做过什么 可是恩宇啊 要是许润记起当时所有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你也知道失去记忆 不代表过去发生的事不存在 另一边许润查找的资料 一般情况下 狼的发情期是在冬天 难道恩宇现在到了发情期 但是从他无法克制的行为来看 应该是没错 等等 虽然狼人也算狼 但也会像普通狼一样吗 情期只有一次吗 虽然很疼 但是还挺舒服来着 说不定自己还能跟恩宇玩更刺激的 许润摇了摇头 自己这是在想什么呀 难道有被虐倾向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这么晚了吗 他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这时恩宇打开了门 许润乐了 说曹操曹操到啊 呆狼慢慢地走到了许润的面前 如同犯错的孩子 事情比预期结束得晚了点 许润眉头紧皱地看着他 你的脸是跟谁打架了吗 呆狼扯了扯帽子 没有 许润抓住了他的帽子 让我看看 你这明显是治疗过了才回来的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能让漂亮的脸蛋挂彩呢 呆狼直直地看着许润 然后将人抱紧了怀里 我不是普通人 这点小伤明早就好了 许润摸着呆狼的脸 可是看到你这样我能不担心吗 他扑进了呆狼的怀里 我会担心你的 所以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呆狼人了一声 接着我们的许润就在呆狼的脸上一贴 头上一贴 乖乖别动哦 这样才能快点康复 让我看看还有这里 手指一戳 呆狼呆呆地说到疼 我们的许润又被蒙到了 两人再次来了个深入的核酸检测 我们的呆狼又被许润给吃了 许润到底有多爱吃 随时随地都想吃 这不刚护表心仪又开始吃起来了 这日许润带着呆狼一起去看望母亲 我现在感谢这个人 我们的主项 打到避典二人 那一半 还是很高的 也应该也让我先去看车 看车 这边不是 等一下 再就是 再就是 你想 点 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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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也行 许润一本正经地问道 恩于你是到发情期了吗 我对狼人不是很了解 现有的资料大部分很奇幻 也不专业 感觉你上次会不会是因为发情期才咬了我 呆狼摇了摇头 不是那样的 他摸了摸许润的伤口 虽然不知道院长是怎么给你治疗的 但还好伤口都好了 没有留下伤疤 许润嘚瑟地说道 我不是说过吗 我很强壮的 呆狼贴了贴许润的脖子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再让你受伤 而我们的许润小可爱却说 可我相比温柔更喜欢粗暴的 于是接下来你们懂的 呆狼就告诉了我们许润什么是粗暴 直到第二天两人洗了个澡 许润给呆狼擦着头发 呆狼乖乖地看着许润 许润笑了 你这样真的好像小狗狗 呆狼立刻望了一声 许润顿时被逗乐了 他一边给呆狼吹着头发一边问道 恩于你跟院长认识很久了吗 呆狼表示很久之前就认识了 院长就像我的监护人一样 许润垂下了视线这样了 晚上他独自坐在海边想着事情 回想上次做过的梦 那分明不是梦 脑海里能记起那张清晰的脸 跟梦里年幼的恩于一模一样 不过他成长得可真不错 又高又壮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大的 不过自己跟恩于之前肯定是见过的 可是自己为什么都不记得了呢 恩于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吗 如果一早就认出了我 为什么只字未提呢 还有院长他们俩为什么都要瞒着我 这时呆狼来了 两人一起看着大海 许润看了看呆狼 虽然现在这样也很好 但是自己还是想了解更多的你 于是他说道 恩于你会回到我的一切问题吗 我们在诊所见面之前你就认识我吗 十三年前 说不定是更久之前 我们就认识了吗